大家好,欢迎收看您自随聊 今天我想聊一下中国出现的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银行都在不告知储户的情况下 正在以各种手段限制储户转款取款的额度 很多人的银行卡就不好用了 当然银行它不是说直接不让你用 当然它给你莫名其妙的自动的给你设置了一个限额 这个其实很普遍的现象 不光是在一个银行 在好几个银行都出现了 这种现象说明着中国的金融系统 特别是银行系统 正在经历着一些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 它为了保护这个银行 它就居然采用了这种 用背后的这种 可以说是比较卑劣的这种限制流动性的手段 我聊一下这个话题 之前我先聊一个 有一个读者 他就想知道一下关于中国外债的事 我聊一下我对中国外债的理解 中国外债 所谓的外债就是这个国家 比如中国 包括政府里面的什么国有的企业 还有民间的企业 还包括居民 个人 他们总体 对外 比如说 对国外的这些 银行也好 投资者也好 金融机构所欠下来的账 欠下来债务的总额 就叫做一个国家的外债 中国宣布的这个外债的额度 大概在2.5万亿美元 就折合成2.5万亿美元左右 大概最近几年 就这个 可能有的时候2.6万 有点2.4万亿 就这个范围 一般的很多人都会说 中国你很想中国的外债 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他外储 他现在中国外储3万亿多 那你看外储还是完全覆盖了外债的 但也有人说 你看把外储减去外债 只剩下一个五六千亿美元的流动性的美元 用此来说明中国的这个 这个外储 或者美元手里面委员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问题 我这种说法 我个人也不完全同意 其实一个外储和一个国家的外债 这个定义就不完全一样的 这个外储是指中国政府手里边 能够动用的外国资产 包括现金和其他资产 美国国债和其他国家债务的总额 外储和这个外债并不存在着 它需要覆盖 它的对象不一样 因为外债除了政府所欠的外债 还有可能是居民所欠的 或者是公司所欠 那些和政府没关系 那由你公司或者你个人去应对 所以就赖不到这个政府头上 所以它两者的范畴不一样 当然有一部分是重合的 要说中国的外债现在曾经曾经一个问题 我认为到目前这个时间点 中国的外债还不构成一个威胁 还对中国的经济 目前还没有出现说 外债已经引发了中国的经济危机 经济问题的程度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几十年前 刚刚改开的时候 甚至更早 那个时候中国的外债这个词会提的比较多 我们小的时候就说 中国政府庄严宣布 我们已经不欠外债了等等 那个时候外债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东西 什么叫很恐怖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出口很薄弱 几乎中国人挣美元的能力很差 中国人或中国整个国家 他挣不了多少美元 他没有能力去挣美元 或者其他外汇 所以呢 但他有些东西 他又必须得借外债来买 比如说石油这类东西 还有呢一些比如一些高端的成套制造设备啊 这样那样的东西 还有他的比如他派驻在国外的这些机构啊什么 他必须得用外债啊 得用外汇 得用美元来支付 如果他一旦一个国家 他的证外汇的能力 会非常之低的话呢 他一旦欠了一定程度的外债 他就比较危险 对这个国家啊 这就是 这就是外债能够造成破坏性的一个 重要的原因 但后来 中国的中国现在变成了世界上 第一大顺差国啊 第一大贸易国 第一大出口国啊 他的正美元能力现在今非昔比啊 现在最近几年 中国虽然啊 出口2023年有所下降啊 说了啊 开始比起2022年差了 但是呢 他的顺差仍然很高啊 中国顺差仍然在历史高位 应该是去年应该又挣了八千亿 八千亿美元的顺差 也就是最近几年大概是六千到八千亿左右吧 美国呢 跟中国脱钩啊 美国呢 贸易赤字在减少啊 美国是 因为买中国的货买的少了 所以美国的赤字正在减少 但中国对全世界呢 这个顺差还是非常厉害的 也就是中国现在 他正美元的能力非常之强 所以呢 他不用太担心啊 自己就缺缺美元 或者缺外汇 所以现在大家在谈外债的时候呢 其实外债还没有对目前的中国构成威胁 但是我们要说 这个不是说外债就永远不够 中国的货买 首先那中国的外债的确很大 二点几万亿啊 这不是个小数目 第二个呢 中国的这个外储呢 有些好像觉得奇怪的地方 因为每年你顺差六千八千亿啊 就非常高的顺差 但中国的外储一直很稳定啊 我以前有个视频说过 一直在三万亿多一点 就这么维持稳定 那这么大的外储 这是净正的美元啊 到哪去了 他中间有一个原因 有可能被这些权贵 或者是比如习近平的 这个一带一路啊 给他花掉了 这有可能 因为一带一路 可能就损失了至少一万亿美元啊 这部分的损失 也必须考虑在内啊 就政治上的损失 中共他就喜欢拿这钱 到处去砸去啊 去投资非洲 就拿不回来的这些钱 还有呢 就是权贵本身 那一白手他怎么着 他们从内部把这些钱对走了啊 他外流了以这样那样的方式 这悄悄的钱就不见了 所以呢 不太清楚中国的外储 安全性到底有多高啊 现在还好每年能挣八千亿啊 如果哪年中国的出口开始 因为这样的原因 比如说内部原因 经济危机造成了 这些公司办不下去了啊 或者是外部原因 被大家说抵制了 他挣不了八千亿 他开始四千亿五千亿 或者甚至两千亿三千亿 这个时候 他顺差一旦降下去 他就有可能做均见走 他的外储 他的外储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 外资大量的离开 现在的确外资逃得很多 2023年啊 外资离开很多 这肯定是减少了一部分 外储的啊 他们也把这个外储也 直接对了啊 因为外储有部分就来自于 这个外国的投资啊 但是呢 这个也还没有到达 就是他他已经就引发这个外储危机的时候 但是我们往后看啊 如果真的恶化了 比如中国什么开对对台湾开始动手了 那肯定很多外资就是不择手段就要跑了啊 那那样情况就有可能触发这个外储的问题 他他到时候能不能够付清 这些西方公司的投资就要抽走了 你能不能够及时的拿钱兑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国内已经开始显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国内的公司 比如说房地产公司 他们自行 自己发现了很多外债的债券 他有没有钱出来 你比如说恒大 币归元啊 他们都有上百亿外债的 你看那个 最近的那个 德意志银行 不知道起诉叫做一个 叫做一个世贸的一个 中国的一个房地产集团吗 就是上百亿美元的这个债务 几百亿美元债务 这很大一笔 这些公司 他房地产公司大量的资产在国内 他是人民币 他资产 他有可能人民币的余额还能够偿还到外债的 但是呢 他要换这么几百亿美元 中国的外汇管理就是不可能给他换的 你自己 你自己的外债 你自己解决的话 那政府不可能掏自己的 外出给他 所以呢 这些公司是没有办法掏出这么多美元的 其实呢 这个这就是外债问题 在中国房地产公司这个层面已经出问题了 这些房地产公司已经没有办法 偿还他们手里面的外债了 如果这个扩展的国家层面 那就是说这个整个国家都没有办法偿还他的外债 那 在一种情况下 这种外债问题会急剧恶化 那就是中国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时候 一般一个国家 陷入到整体的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 外资抽逃 没有人投资了 他的货币大幅降低的时候 比如人民币一下子从 现在的7.2 一下子掉到15 20 20人民币对于美元 假设掉到这种水平 外债就绝对就爆了 因为那个现在的二天几万亿 到处一层对多少人民币的债务 那他就不一定负担得起 而且那个时候的货币下降 是一个恶性循环 你一旦欠了外债 你开始抵赖了 你开始就是说我 我爆雷了 我偿负不了 停止偿付外债了之后 中国那个时候 那个本国货币的汇率 会掉得更厉害 这以前在什么印尼啊 泰国啊 墨西哥 俄罗斯 这样都发生过 现在也在什么土耳其 阿根廷 也都是在存在这种问题 那中国人民币 一旦进入到危机模式 开始狂跌的时候 那就是外债问题了 大家可能就会谈 就在新闻里面 谈到中国的外债问题了 在那个之前 但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好 大概就谈一点这个 再谈一下 最近一些消息传出来 不光是消息 我们自己也有亲自的感觉 就是国内有些 有些人已经开始注意到了 他们的银行卡开始逐步的 比如说他平时是每天 转个几千块钱 或者用个几千 或者他因为业务 他用这个卡 一天是几千的这种额度 他现在如果要去转几万 他就不转不了 银行就是你超过限额了 不予批准 所以好多人就开始去问 最近爆出一个消息 就是说在建行 他是这么控制 他就计算机系统 就分析你这个账号 你这个卡 大概你的每天的流水有多少 如果转进转出总量 比如说几千块钱 他就把你的额度卡在比 稍微多一点点 也就一万不到的这种水平 好你一旦转超过这个额度了 你要向他申请 那个申请不是 不是马上就给你批的 你要说明情况 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拿房产证 还要拿这种税务证明去 向银行证明这些东西之后 他才能够 好现在每天给你一万 给你增加的一万五两万 而且这个不是马上的下两个月给你增加 或再过两个月给你增加 是非常恐怖的一种行为 就是很多人 钱存在银行 突然发现他没有 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用这个钱 他的额度被卡死了 这种卡死是自动的 他这套计算机系统 也分析了你的那个 使用的这种 这种模式之后呢 就自动给你套上这么一个限额了 而且这个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朋友啊 也有在亲戚在国内的 比如说中行 也有在还有农行 有这种公司账户也好 个人账户也好 也存在的同样问题 比如说有一个在农行的账户 也是有一段时间 几个月没用了 突然他就不让你 现在突然你要转笔钱 他不让你转 他说你的这些账户给锁死了 你要去打电话 找他们的那个去说开通 你要说明理由 他才给你看 为什么他会卡住 为什么他突然给你卡住 当然他光面堂皇 他说什么防止电 什么诈骗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 中国的银行已经出现了 巨大的流动性问题了 然后呢他的做法 他没有办法光明正答的 就是说不让你取款了 因为这是你的钱 但事实上 他是在阻碍你取款 为你取款设置巨大的障碍 目的是减少他银行 有可能遇到的流动性的危机 比如说这银行如果按照大家 每天的正常的 他可能只需要预备多少多少钱 做一个准备金在那放的 预备金给你取款 这些流动性用 但如果你 但如果你 比如说你可以随意的 不受限的来流动的话 他的准备的这笔钱就得比较多 你有可能你一天就转几十万上百万 有可能他就得准备好多钱 在那准备着 但他一下给你卡死了 你现在要转几万 更不可能 你就升级嘛 你起码要升级到下个月 还有半年之后 可能才给你这个余额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 这个所需要的流动性就小得多了 这就表明中国的银行系统 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流动性问题了 因为按道理说 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我看我认为 你这个居民的 我们储户的钱 在你的银行里边 这是我们的财产 你没有任何道理 没有任何理由 给我们设置 如果我是活期的话 我不是给你呈定期 我不是有个合同在那 我不能够取的 如果是活期的话 那活期的意思就是 我随便可以取 如果你开始限制我的存款 那实际上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他居然都这么做 当然他官民堂皇说 我没有限制你 只不过我采用的安全保护措施 你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我慢慢的给你 但事实上就是限制了流动性 中国的银行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表明 他的银行里边 因为这样那样的债务 所占据的这种 或者资产缩水 所占据的这种流动性越来越大 他可用流动性越来越小 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 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 就在他的银行系统里面的流动性 突然的枯竭了 原因就是因为 很多银行 他原来他认为我这儿 一大堆资产很值钱的 突然那个资产不值钱 他手里面的很多资产跌价了 所以他就必须得 有很多流动性 就因为那资产的缩水没了 他银行存在着自己的资产萎缩的状况 中国的房地产 就会导致非常多银行 出现他们手里面资产大幅萎缩 这个时候对应的 他流动性就大幅萎缩 经销没钱了 而这个时候 这个政府需要紧急的往他输血 你们大家如果看一下 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的时候 那个危机最高峰的那一段时间 美联储都是不断的往里面注入资金 那时候中国的影响也是这样 所以存在着这种大规模的突发的 资产大幅贬值的这种经济危机状态 银行就急需各种流动性 而且还有就是政府发行债务 你看中国政府发行债务 政府他捉襟见走 他到处都是黑洞 到处都是窟窿 他债务到处都需要还 他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发行特别国债 中国不是那还要去救市 你不是说股市要救市 还要发行一万多亿 给这个救这些房地产 这些债务他都需要银行去买 银行一买收银流动性没了 所以中国的你表现建行这么大的银行 他居然对一般的储户 几千块钱的流水 他都开始去限制 就表明他真的流动性非常非常糟糕了 也就表明中国银行的金融风险非常之大 当然他另外一个措施 他也在控制你的流动性 压缩流动性的同时 他也在防止你挤兑 你看万一那是什么小银行 那村子银行 荷兰村子银行一直到现在 他都拿不出钱来还他那一储付 所以一旦中国的你小型银行 你像原来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 就会出现挤兑 一旦小型银行的危机开始曝光了 你挤兑了 这个银行就拿不出这钱来了 他现在开始自动卡你 他不让你挤兑 因为全部数字化了 他就不让你提取 好你提取你打报告上来 我给你几个月才给你慢慢的 给你提取出来 就缓解了这么一个被挤兑的压力 所有的都说明中国的金融行业 金融银行出现了一些巨大的问题当中 好今天先聊到咱们下回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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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